从第八十而起,又汇聚到第八十里。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众生者 色受想行十五音 重法相及而生也 由色、受、想、行、十五音法集合在一起,而出生的这一类友情都称为众生。 外身四大甲和 属色因 甲是甲介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不真实的意思。 四大、地、水、火、风,构成物质的四大元素。 我们现在要受的色身,因或取造的种种叶集聚而成。 色因、色指法、物质的方面。 因是集聚的意思。 前五时 领纳五尘之境 未受阴 前五时 眼、耳、鼻、舌、身 五种时 领纳的是五尘之境 色、声、香、胃、处 能够领受、能够纳受、能够感觉外在的种种境界 未受阴 第六时 攀原六尘 意想分别 未想阴 六种尘 色、声、香、胃、处、法 意识不仅仅能攀原外在的六尘境界 还能够去意想 回忆 思考 想念 分别 对于内心的法尘 内在的精神世界也能够回应 也能够思考 也能够分别 未想阴 第七时 恒审思量 念念千流 未行阴 第七 莫纳时 忌读的能力特别强 念念千流 持续不断 未行阴 第八时 直持根深器界种子 未识阴 根深器界 包括我们身体内在的 外在的所有世界一切的种子 无论是物质的 还是精神的 全部都在第八时中 像各大的仓库一样 存储了海量的业种 这些存储 具体有什么能力 产生什么功用因液而已 但是无论怎样都是从第八时而起又汇聚到第八时里去 不思议 祂